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這是一部在電影院上映的新片 好像也有在Disney Park上面的上線 嗯...Disney Park怎麼還不來 香港翻譯為 《幻顯森林啟航》 由巨石強生Dwayne Johnson 跟艾蜜莉布朗特 Emily Brown 主演 並由豪梅寇勒特色拉指導 他拍過《恐怖蠟像館》、《孤兒院》、《空中救援》、《絕殺島》等好幾部的賣座電影 以及接下來會跟《巨石強生》再合作的超級英雄電影《黑亞當》 《叢林啟航》這部電影你看名字就知道跟《神鬼啟航》是有點關係的 都是依據迪士尼樂園當中的遊樂設施所開發出來的電影 於是乎這是一部非常純、非常迪士尼、百分之百合家觀賞的爆米花電影 劇情介紹 主角莉莉博士發現了生長在《亞馬遜叢林》中 一棵擁有治癒神力的奇幻之樹 要取得這棵樹的神力 必須帶著一個被人類收藏的神奇箭頭來解開 他找了一位看似可靠 卻又充滿謊言的渡人船長法蘭克 以及莉莉的弟弟麥龜格 三個人一同前往叢林秘境 要破解這個《亞馬遜神秘傳說之謎》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我已經對巨石強生監製並主演的電影 有一點點感冒了 雖然說前幾部的《野蠻遊戲》《毀滅大作戰》 或者是《摩天大樓》我都還看得滿開心的 但是到19年的《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還有《野蠻遊戲》的第二集 就出現那種太賣巨石強生的個人特質魅力 劇情看起來偏無聊的爆米花電影 那這部《叢林奇航》依舊有一些劇情太公式化 以及設計得過於安全的問題 不過幸好整體下來它是一部成功的爆米花電影 你想到《神鬼奇航》一定就會想到 還有飾演捷克船長的強迪戴普、奇阿奈特利、奧蘭多布魯 這三位主角 這種類似於動作喜劇片的商業電影 很吃演員的表現 幸好在《叢林奇航》裡面也有巨石強生和艾蜜莉布朗特 精彩讓人喜歡的演出 這兩個主角的登場都各自有一段 設計得很好、精彩、好看的一段戲 雖然說不是有多酷的特效或者是剪接 但是藉由有趣的台詞跟一些動作設計 他們的登場就是讓人覺得 這部電影會很有趣、很好玩 也在這裡奠定了我們對這部電影的期待 首先我們看到艾蜜莉布朗特 被那個年代的英國的學會所排斥 因為她是一個女生 然後她必須要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去得到她要的東西 就是有一段她去偷東西的戲 除了顯示這個角色的意志力 也展現了她絕對不想要輸給任何一個人的那一面 那我一開始就很喜歡這個角色 還有我愛死她後來的褲子了 在去石強盛的那一段則像是把觀眾帶到迪士尼樂園裡面 去乘坐這個叢林騎航的遊樂設施一樣 帶著遊客在河流上面叢林之間觀光探險 也還原了幾句在遊樂園當中的經典台詞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水的背面 然後還有第三位主角 就是飾演艾蜜莉布朗特的弟弟的傑克·懷特霍 她是一個喜劇演員出身 你可能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一些關於她的喜劇 或者是脫口秀的表演 在這部電影中她的表現非常的亮眼 雖然是這部電影當中的驚喜 除了她的台詞都很有個性之外 也跟艾蜜莉布朗特的角色做了一個很棒的對比 這個弟弟在這部電影中真的非常的討喜 而且又有存在感 也跟巨石強生之間有一段男人之間很重要的對話 這三個主角為這部電影帶來了很棒的化學反應 雖然說巨石強生不是強尼代譜 但《叢林奇航》裡面有相對於《神鬼奇航》當中 更平衡的三本著 除了《神鬼奇航》之外 這部電影一定也參考了《神鬼傳奇》 我在講的是1999年那一部 由布蘭登費雪和瑞秋懷茲主演的經典的 《神怪尋寶》動作片 我記得那個預告片就有非常驚人的畫面 以1999年的特效來說 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的一部電影 但是在《叢林奇航》裡面 你不會看到太多讓你感到意外的特效鏡頭 在劇情上面或者是畫面來說 中規中矩的 比較還是一部靠演員來支撐的動作喜劇 在電影的前三分之二我都看得很開心 但是在後面一個重大的秘密揭曉之後 電影劇情的張力就有點起不來的感覺 在電影的後段 似乎沒有更多讓人驚喜的部分出現 反拍的部分 是我覺得這部電影問題可能比較大的地方 在電影預告片裡面 你有看到一個開著潛水艇的德國軍官 由我們暱稱窮人版的麥特戴蒙 傑西普萊蒙這位演員飾演 這個角色就是那種很老套的設定 它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這個傳說中的寶物 幫助德國打贏世界大戰 當然這部電影當中還有那些受到詛咒的怪物 就像是神鬼傳奇當中的木乃伊一樣 可是因為主要的反派似乎是設定在這位德國軍官上面 所以這些怪物就似乎只是來插花的 不太讓人感覺到他們身為反派的威力 好像只是一個技術的展示一樣 讓你看到這部電影 是有一些特效的喔這個樣子 導致在結尾的部分 是讓我感覺到沒有什麼危機感的 就有點像是來大家都到了這裡了 OK來我們把這部電影做一個結束吧這樣子的感覺 那應該要有的力道啊還有刺激感啊都稍顯不足 有點不符合我在這部電影前半所期待的 有點虎頭蛇尾的感覺 不過總體來說 《叢林奇航》是一部合格的爆米花電影 可以讓你在電影院裡面享受非常快樂的時光 雖然說現在電影院裡面還不能吃爆米花 演員表現也非常的出色精彩 讓你享受一場緊張刺激卻又相對安全的旅程 特別推薦給 也好想要去迪士尼樂園遊玩的你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還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宇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